NASA已与洛马公司签署 可从火星起飞火箭研制合约 美国航空航天局8日称 已经与洛马公司签署 可从火星起飞火箭的研制合约 该火箭将由此成为人类首枚 从另一颗星球发射的火箭 负责把美国伊利号火星车 采集的火星样本送回地球 NASA在声明中介绍说 该火箭的正式名称为火星上升飞行器 它将搭载于NASA专门为火星采样返回 而研制的样本回收着陆器中 后者计划在2026年发射 目前伊利号火星车正在收集火星的岩石 土壤和大气样本 待样本回收着陆器成功在火星表面降落后 1号将把装油火星样本的容器 转交给火星上升飞行器 由后者从火星表面点火升空 该火箭将样本容器送入火星环绕轨道后 欧洲航天局的地球返回轨道器 负责把它送回地球 据称 未完成这件任务 该火箭不仅可在火星着陆 还能从火星起飞 必须足够坚固 能承受恶劣的火星环境 也要有强大的适应性 能与多个航天器协同工作 还必须小巧以装进样本回收着陆器